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有网友说呢你可以这样撬狗链 要不然啊你义敷当官横着停 还有人呢神仙指路 你看看盆栽边上有砖头 就是要你学学它 司马光跑回来 抱起石头使劲向水缸砸去 古有司马光石头砸破水缸救人 今有砖头砸破盆栽救车 会有人把车位设计在盆栽前面吗 但仔细瞧瞧盆栽底部呢 可是有车位标线穿过哦 可见呢是先有车位后有盆栽 但怎么会这样 台中市交通局说这块地是后里农会的 110年有跟农会协调好 这里呢会规划U-Bike停车位 不知为什么冒出了大盆栽 会再跟农会会开协调 眼下先拔掉车柱 注销车位避免误会 不管谁有多深啊 毕竟大家不是陆志生 能够把大盆栽拔地而起 碰上这种奇妙车位啊 U-Bike也只能U-Bike了 华视新闻黄敏慧陈建安台中报道 哈喽我是主播王运竹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随时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